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老奴冤枉啊 陛下向来沿进宫中奴才们与朝臣相通 老奴胖子小 更不敢威励呀 说到这位小范大人 奴才确实听说他的名字 因为 代公公可以 带公公可怜兴棉的 居然的话 你才 ог Ave 팀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complicated 那奴才虽是个残废 但也是庆国的残废 听说小范大人初始北齐 为圣上增光天才 心里也自然高兴啊 这日程显断装 免不了会提到小范大人 可是这奴才连小范大人的面都没见过 又怎么可能幸会啊 左都御使赖明成冷冷问道 戴公公真没有见过范提斯 戴公公跪得膝盖生疼 心里早已经将这个多管闲事的御使 骂了无数遍 听到问话后 咒作恍然大悟壮 想起来了 去年送圣旨去范府的时候 曾经见过小范大人一面 不过当时是传旨 所以是进门机走 如果这算见过 也只有这一面呢 万岁爷呀 老奴真的只见过小范大人这一面 如果我还见过他 让我长川堵烂不得好死 下辈子还做公公 这事发的够毒 陛下怒骂道 说的什么狗屁话 勤会之事 也不见得双方一定要见面 戴公公 本官问你 你是否有位远房侄儿叫戴镇 在登市口捡书司 做个小官 戴公公不敢隐瞒 点了点头 赖玉使正色禀道 陛下 那位戴镇便是位贪官 他将监察院一处查案的事情 全数说了一遍 然后双眼盯着范贤 敢请教范提斯 这位戴镇 如今又在何处 此案已结 那名叫戴镇的小官 吐出脏银后 已经夺职 如今的去向 本官却是不知 好一个不知 明明是你收受了戴公公的贿赂 司法犯官 那戴镇在简书司六年 不知道贪了多少宫的银子 提斯大人一句不知 一个夺职 只是收了些许银子 便将他放走 真不知道 这其中有何等样的玄妙 院中查实 戴镇六年里 一共贪了472两银子 依庆律第三则之规定 数目在五百两以下者 夺职粉银 家储罚金 并不需要移送刑部 此案审结 戴镇除官 罚银千两 不知赖玉使以为 本官如此处置 有何不妥呢 有何玄妙呢 戴镇的案子 是监察院查的 至于他到底贪了多少 还不是犯贤一句话的事 赖玉使气急返向 四百七十二银 范提斯莫不是欺瞒 这朝中百官没长眼睛吧 这话就说得极重 范贤却反而笑了起来 当然 戴镇经手 还谈了些青菜瓜果之类 伊利也应该折算成现银 如此说来 的确是院中办事不够细致 赖玉使提脸的有礼 本官在此谢过 赖玉使见他一味胡搅蛮缠 大怒喝道 岂有此理 那戴镇在这六亿年里 少说也开了四千两银子 明月沸腾至极 范提斯一律为其蛮货 究竟异域何为 朝堂上一片安静 只听得到这位玉使大夫 怒意充盈的逼问 范贤缓缓抬起头来 用微寒的目光 看了这位玉使大夫一眼 往前轻轻踏了一步 赖玉使看见他那张俊美面容上的寒意 一时心智为其所剩 下意识里退了一步 范贤盯着他的双眼 忽然开口一字一句说道 意欲何为 民怨沸腾 请教赖玉使 你身为督察院玉使 身负风文奏事之责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代震 贪了这么多银两 民怨沸腾极大 那这六年里 督察院怎么没有一篇奏章提及此事 难道 你才是真正想瞒护其人罪行的官员 民怨沸腾 你怎么不提醒京都府尹捉拿归案 他骤然发怒 朝堂中众臣都为之一正 范贤不给赖玉使说话的机会 韩生说道 本官职长一处不过粤语 便查出代阵贪赃之事 赖玉使这六年里 久之代阵民怨极大 却是不言不语当个哑巴 监察院查了个案子 倒成了不是 督察院的御使大人们 整整当了六年哑巴 当了六年哑巴 如今却是我监察院贪赃亡法 范贤对着龙椅上的皇帝一手一礼 回身怒意十足地质问着赖御使 我倒想请教大人 您究竟意欲何为 连环炮一样的逼问 当场就把左都御使打懵了 他知道自己先前说了一句错话 结果就被范贤抓住了把柄 如果承认督察院对代阵贪赃一事并不知情 那范贤强说代阵只贪了四百多两银子 就没可能再翻案 他先前一怒之下 说出代阵贪赃云极多 民怨极大 却是中了范贤的套 身为督察院御使 既然明知此事 为什么六年里都没有一丝动静 偏偏要在监察院查了案子的情况下 跳江出来参合查案之人 这个事实经由范贤点出之后 变成了督察院眼红监察院 武判虚构罪名的有力佐证 朝堂上的众大臣看着赖御使的目光 便有些不善了 而看着小范大人的眼光 却有些佩服 这些老狐狸们 当然清楚这件事情中的根捷 只是范贤当庭挖洞 赖御使当庭跳下 这份功利与准头 实在是令这些老狐狸们也有些忌惮 这哪里像是一位入官场 不过一年的年轻人 众人在心中暗叹 这范贤是诗也写得 价也打得 如今官也会做 真不知道范贤这个老钱 搂子的命怎么会这么好 养出这么一个私生子桌 左独御使赖明成 气得双唇直斗 一扶双秀 对陛下跪了下来 沙哑着声音激动禀道 臣执行有亏 请陛下延长 但范提斯王法一事 陛下不能轻动 由大理斯稀奇查探 定有所得 皇帝早已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看见范贤的表现 龙木之中闪过一丝威喜 玄机壮作不耐道 好了好了 你堂堂左都御使 不知道一个宋菜小官的 摊赃王法事也是正常 有什么好成的 只是记住了 日后莫要再在朝堂之上 夸大其事 用民愿来说事 朕不是北魏或北齐的皇帝 庆国也不是那种国度 邀清明这种事情 以后莫要做了 邀清明 赖明成是又羞又怒啊 死也不肯接受这种名声 咬着牙跪在地上 不肯起身 连连叩头 喷喷的磕头声 在扩大的宫殿里响 不一时 所都御使 赖明成的额头上 已经出现了血清 皇帝有些厌恶地 看了他一眼 挥手让侍卫将他插了下去 这才淡淡扫了范贤一眼 范提斯 你身在监察院 律法锁定特权极大 日后行事 定要愈发小心才是 切不可丢了朕的颜面 难得找到这么一个 霍西尼的机会 英明的陛下 当然不肯放过 挥手指住了 范贤的请奏之举 太监之意 高声宣布散了朝会 范贤在心里叹了口气 知道陛下 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 表现得太偏向自己 他的心里还不大满足 诸位大臣却已经是 深切地感受到了 陛下对于范家小子的 回护之意 仲臣从太极公里 往外退的路上 纷纷上来表示 对他的安慰之意 此时的大臣们 似乎都成了督察院的敌人 将对方贬得一塌糊涂 范贤一一苦笑应对 瞥见父亲正勾着身子 老太十足地往广场上走去 心头一动 赶紧上前去扶着 群臣在后方看着这一对父子 不由连声赞倒 父子同朝为官 父慈子孝的场景 陷于宫中 实在是一段家伙 范尚书发现胳膊一紧 侧头看见是儿子来扶着 不由苦笑着叹了一口气 唉 安慈呢安慈 你怎么就不肯安分一些呢 范贤也是满腹的委屈 谁能想到信阳那边 总是阴魂不散地盯着自己呢 临到宫门处时 却有一位小太监悄悄跑了过来 传了陛下的口谕 便拉着范贤一路小跑地往后宫赶去 范尚书神情复杂地看了自己儿子的背影一眼 忽然间觉得 这小子虽然常年扮着冷静稳重的模样 但这小跑起来却依然显出了骨子里的挑脱 与这宫中庄严压抑的气氛实在是有些不和 有同僚从后方来了 范尚书的眼神马上换作古井无波 微微一笑 与群臣一路出了皇宫 今日的雨早就歇了 但宫前空地上仍然是一汪汪水浸着 那几个督察院御史已经浑身湿透 却依然倔强地跪在湿地上 而面色愤怒的佐都御史下了朝会 也直挺挺地跪在了那几个人的前方 还将自己的乌纱帽取了下来 捧在了左胸前 看着这一幕 诸位大臣才知道事情依然没有完 书大学士上前劝慰了几句 发现没有效果 便摇着头离开了 而更多的大人们 是赶紧坐上马车回府 知道这件事情会越闹越大 自己还是躲远一些比较安全 只有范尚书在这一行人面前 稍战了片刻 然后吩咐自己府上的护卫 为这几名御史大夫取来散具 守候在一旁 因为谁都不会知道 待会儿还会不会下雨 被小太监领着一路小跑 穿过了几道宫墙 来到了御书房外 小太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范尖想了想 真气微韵 也让面色变得红润了一些 他有些心绪不宁地 进了皇帝的御书房 依着小太监的指点 小心翼翼地 站在了皇帝的软榻之边 没过一会儿功夫 书房旁的一道不连微动 换好了长服的皇帝 走了进来 看着面色沉稳 眸子里闪过一丝激动的范贤 陛下挥了挥手 示意他不要过于拘礼 范贤于是真的很光棍地 没有下跪行李 接过小太监端过来的袖堆 老老实实地坐了上去 今日的御书房比起那日要清静许多 只剩下皇帝与他两个人 所以局面显得有些诡异 范贤面色平稳 心中也自有些忐忑 因为猜想只是猜想 虽然经由陈平平的言语 和这一世以来的诸多细节 早就已经证实了这个猜想 但如果待会儿皇帝真的想将这个猜想挑明的话 自己该怎么办呢 就当范贤越来越觉得皇帝准备戴上慈父的面具时 却被接下来的话打醒了过来 范贤 你不缺钱为何贪钱 皇帝陛下冷冷地看着他 很直接地问道 一滴冷汗从范贤的额头上滴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先前确实有些自作多情 更知道自己通过柳氏收受银票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瞒过眼前这位陛下 站起身来很认真地回答 万岁 因为陈执掌监察院医处 所以要收银票 哦 要真正的监察官员 那么首先要融入官场 像以往监察院医处那种清水冷铁油盐不尽的模样 虽然可以依靠庞大的密探系统 对于金官做出有力的监察 但是就像是雾中看花 总是看不大清楚 对于金官系统中最要害的那些交易始终无法摸清楚 要监察官员便得自己变成官员 万岁也知道 臣久居淡昭 说这话的时候 范贤低着头 却能察觉到皇帝听见这句话时 有些细微的反应 入京之后变化实在太大 臣当初只是为辞臣 如今却要接手监察院这么重的权柄 心中不安之余 一场思量自己 其实与官员们有层隔膜 其难融入朝廷之中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